大家好 我是Warkis 今次我想讓大家看看這個演員模式 有三個武將玩得很爽 這個打法如果你們在網上跟別人打 特別是一些不太好的對手 其實這個打法是很棒的 原因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有金靈、荷曼和太史茲 三個武將的共通劍就是 他們有一招技能叫做戰魚 戰魚魚下 稍後就會示範給大家看 這三個武將也是他們拿著弓 你知道我們其實上網 你都看我打了很多場 還有拍了很多片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對手 是喜歡歸縮停的 這個情況就剛剛好 你都會看到射一支弓 就像洲際導彈一樣射一支戰魚過來 這樣就扣別人的兵種 你看看這裡有射 這樣就打擊別人一些貴價的兵種 當然 射完之後你會看到攻擊力好像不太高 但是優點就是在於什麼呢? 他這支技能是無限用的 只需要60秒的冷卻時間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所以你會看到 這裡被人打 射完箭之後 你看到武將就可以向後撤退 再加上他們自己本身有弓箭 你看到 有什麼射箭過來 可以順便射一下別人的武將 你看到我撤退的時候 那對手有什麼呢? 他看到我撤退的時候 他都沒有再進攻了 但其實我這個撤退 是假裝一下 為什麼呢? 就是我撤一撤退之後 是等回來 再用戰語 戰術的目的就是 不斷用戰語削弱別人的兵力 削弱到一個程度就是 如果對手沒有留意你的戰術意圖 第二波的戰語又來了 你看到 如果對手沒有留意你的戰術意圖的話 其實你看到他的兵種 會慢慢慢慢被你削弱到 是沒有了所有人 你看到張燕 被人這樣射射射射箭 其實已經扣了很多血了 這裡有你 有你之於 你可以想像到 我這次的對手 就好一點點 是一字排開的 但你幻想一下 如果你的對手用廢柴盒 這種打霸很棒 人家的正哥衝回來 應該是放匕首的了 他有毒匕首的技能 你看一看 他衝得太前 我們都用戰語射他 飛 嘩 就避開了 可惜這隊的黃金兵 黃金兵 長槍兵中了之後 你看到他一直中毒 死了很多人 你看到 我們就看到 武將可以 大家的兵種前面 會這樣 會跳舞 你看到60秒的CD 完了之後 又向前走 又射箭了 我們加快一點點 這裏 這次應該是第3波 還是第4波 戰語 但是你看到 離遠地射 其實很多時候是射不中的 因為距離太遠 戰語分得太散 但是 這裏有射 這裏應該是 對了 太史池認為有一招 是射毒的 你會看到 射一下毒 就是把人家一隊高級的兵種 基本上是殺一半 但是 留意太史池這招技能 只有3次 所以 你只瞄別人的高級兵種 就可以了 射完之後 一邊走 一邊毒死 哇 一條路也是 對手 對手終於忍夠了 知道 我用戰語去玩的時候 他就向前走 射我的 戰術高手 我們看看這隊戰術高手 我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隊戰術高手 是1000元的 黃金共箭手 但是 他是極度強的 我們去看看 他一隊戰術高手 現在是跟別人 三隊的黃金兵去射 但是這隊戰術高手 一來就是 他是人熟趙 你看到他只有60人 但是很搞笑的地方 就是 他是 戰術高手 是 有40%的格檔率 神經病 原來是 他是沒有盾牌的 那就是他用什麼 去隔擋 射箭 去擋箭 只是貧空 摺著箭 我不知道 但是很厲害 他 如果是對射的話 戰術高手 是整個遊戲中 最厲害的弓箭手 你說什麼 不害之佬 那些全部是沒有用的 好了 這裡可以看到 我們騎兵 繞過來 但是 繞過來之前 我們不忙去看一看 何義找到一個好位之後 我射箭 我們看一看 中距離的戰術 哇 沒有 好誇張 這樣射 把人家整隊步兵 基本上就死了 不用了 好了 我們來看看 人家是Holo軍 雖然好像很 過來幫忙 但是因為他們是健兵 你直接是正面衝就可以了 你看到金靈 就帶著這堆 固容騎兵 衝破了兩隊 三隊 這隊 雖然有個長槍的標誌 但是你看一看 它是沒有反騎兵衝 這隊 其實就是它 照衝就可以了 好了 你看到我的 金靈 這樣衝完之後 在背面衝 這裡 故隆騎兵 就完全可以了 這三隊 你看到他們 其實都不差 因為這三隊 其實他們是有劍何趣 但是 它是擋不到騎兵 被人衝 你看 什麼都沒有做過 就死了 好了 這裡我看到 看到賀曼和別人的狂笑 就單挑了 你看到 對手 其實已經衝過來 但是 你看到我們有個聖無君 聖無君 也是有毒的攻擊的 等一下就會看到 他們衝過去 去打人 其實都挺厲害的 好了 金靈就撤退回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被人擠得太緊 你看 你看 兩個倒冊 它已經崩潰了 好了 在這裡我們看一看 其實沒有什麼 這裡就是騎兵的對決 拉少少的長槍兵去幫拖 標準的打法 好了 我們看一看 會用騎兵衝過來幫拖 救一救賀曼 因為其實 你看到 賀曼 太史詞 和金靈 其實演義模式都不是特別厲害的武將 所以有時候你都要 好好地照顧他們 你看到聖無君 現在一個 一個打人家三隊的暴兵 但是 你看到 他下了一個 這個 效果 是不是 濤毒 總之 就是毒他們 每15秒 扣56傷害 其實 慢慢慢慢 只要 都會有這個 毒傷害 所以 這隊 最好被人包圍 更加多人 中毒 我們看一看 有這個 僱傭 騎兵的幫拖之下 我們就 擊退了王少 是不是 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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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招了 大哥 搞錯 好 等你這麼久都不出去 好啦 這裡 人家的 民兵團 因為不是擺好陣 其實都被人擊退了 好啦 在這個時候 你看到 人家 張燕和鄭姜 在這裡 擊退了我的騎兵 但是 其實他們兩個 都打不完 有一點點的擊兵 我們看到 這個 戰術高手 還保持著 還沒死 你看到 我看到人家跑過來 戰術高手 就躲在 我的 槍兵後面 好 張燕 走過來 打我這些 封箭手 小小的 人過來 幫忙 還有 太子遲了 來這裡 追他 賀猛都來了 好 我們看看 其實這張 演藝夢 真的挺厲害 嘩 一下爆發 好 我看到 這個是對手 還是我的 騎兵衝過來 對手 騎兵衝過來 其實 形勢 都不太好 你看到 這裡射了一堆 箭魚 這裡對手的 近距離的 箭魚 哇 直接 散彈槍近距離 將人家的 張燕 半血地射下來 你看到 箭魚 除了遠程 打之外 近距離 也是一種 特殊的打法 但是 好好掌握到的距離 太近是射不到的 太遠 傷害也不太大 所以 要找到 對的距離 你看到 然後 黃照 再加上 庫庸騎兵 過來幫拖 再一次把 崩潰歸來的 黃照 再次打退 好 這裡 沒有錯 這裡打完了 你看到 戰術高手 就在這裡射 鄭姜 你見到 戰術高手 由頭打到尾 好了 這裡 又再一次擊他 對手 你看一看 鄭姜 來到 荷曼 單挑 其實不是單挑 不好意思 是群偶 整班人 唯有 現在 他打到七七八八 但是 鄭姜 攻擊他 你見到 近距離的 戰羽 嘩 這樣就贏了 好美 近距離的戰羽 這個 戰羽打法 又是一個戰場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看看 我們 給大家看看 一隊的僱傭步兵 就是萬一人有 長槍衛兵 用來破甲 用 這隊僱傭 騎兵 不必多說 厲害 你要看到 這隊 三隊的弓箭手 用來撐人數 戰術高手 用來 破人家的弓箭手 這些 黃金長槍兵 無懈可擊 就是完美兵種 用長槍兵 又有盾牌 聖無君 萬一被人包圍的時候 用來打別人的低級部隊 和三個武將的戰羽 這次的實戰 是這裡 祝各位武運槍龍 再見